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活在五点嘉宾访谈环节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当代艺术学院所自发成立的一个乐队 叫什么乐队呢 叫当代电声乐队 这个名字好难 好难有点绕口 我也是念了很多遍才学会的 那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 有的人是想当艺术家 有的人想当钢琴师 那我们这个乐队的成员心中的梦想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一块了解一下 那坐在我右手边这位呢 就是我们乐队的队长兼主吉他手Robin 坐在中间的那位呢 是我们的主唱叫Bob 跟大家挥一下手啊 然后坐在旁边那位呢 是我们的贝斯手叫 是我们当代艺术学校的这个校长 叫刘建宗 因为这个乐队呢 是在他的倡导下发起来的 主要目的呢 就是讲说 想通过这个电声乐队 来丰富这个加拿大华人的这个 这个业余文化生活 尤其呢 我们这个学校呢 有很好的资源 大家呢 都是在这个电声乐 在学校里面教课的这个老师 大多数这些老师 那我是教吉他的话呢 Bravo是教鼓的 那他呢 也经常在我们学校 搞一些唱歌的一些演出的一些活动 大概是这样子的 对 是由就是老师自发组成的一个乐队 对对对对对 那你刚才提到 就是你们都教的是 跟自己学科有关的 然后比如说您是教吉他的 所以您在这个乐队中 主要弹吉他 那刚才River提到 他是主要是教架子鼓是吗 是是是 主要是教架子鼓 对 但是在乐团里面 我就是弹低音 就是低音吉他就是bass 这样 就是因为这个 对 沃本先生 他就看见我 可以弹一点点这个bass 他就叫我进去这个乐团 周谈这个东西 因为因为整个乐队的组成呢 要由高音部分 低音部分 旋律部分 各方面来组成 那我们乐队呢 当时在组建的过程呢 缺少了低音 我们就叫River来 我们从事低音 临时客串是吗 对 也不是客串 其实他挺专业的 完了很短的时间 他就很胜了 其实在排队过程当中 他其实蛮专业的 我们这个乐队呢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有一个键盘 我们的键盘 键盘一个小菜 叫小菜的 那他是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 那完了以后呢 又在多伦多 读了这个音乐方面的硕士 完了以后呢 现在还在进修课程 所以他是我们整个乐队的一个 一个像算是一个核心 对 编曲啊 音乐学院毕业 整个的谱曲啊 都是他来完成的 所以为我们这个 这个整个乐队的发展 和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 起到一个很好的 关键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 那那个我想说 那刚才主唱啊 那个你稍微休息了 一会儿我们现在可以来来谈谈 就当时怎么会想去当主唱啊 当时因为 其实挺那个突然的 因为我 我在多伦多 经常参加一些比赛活动 我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唱 而且是以唱这个抒情歌曲为主 然后 经常去到当代艺术学院那边去玩 然后在那边练 有时候那边音乐老师教课 我还帮着带带课 然后呢 可能跟刘老师谈的也比较 弹得来 然后大家的这个想法也都比较好 就是希望能够丰富业余生活 然后把大家平时擅长的这些东西 集合在一起 看怎么能发挥一下这个能量 所以刘老师就问我 要不要参加这个 参加这个乐队 然后待会儿我要唱一首 叫《无法逃脱》 这歌是这个rock 我第一次听到他刘老师说 第一首歌咱们练这个 然后我一听到这个歌 我一边听我一边汗 我就说 我这辈子都没有唱过这么嘶吼 我的歌曲 我都是唱一些那种很温柔 张学友这种类型的 所以压力还蛮大的 但是有他们很专业的 这个乐队跟我一起合作 我也在慢慢调整我的风格 然后现在大家配合得还很好 所以我也很开心 那现在就是这个乐队组建到现在有多少时间了呢 大概可能就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能筹备到现在目前在排练阶段 大概两个月时间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定期的排练 定期的排练 完了基本上就等于速度还是蛮快的 完了大家都是从专业角度出来的人 所以就讲说在这边进入角色 进入状态还是蛮快的 我们对这个乐队还是抱有很大的信心 那你刚才提到就是有专业 刚才也是提到有专业的人士来作曲是吗 那谁作词呢 作词反正现在就等于因为刘老师 完了他是专门中文中文学校毕业的 完了以后呢他有很强的这个文字功底 那完了以后呢就等于是 学校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轮才 都可以增积这方面的一些歌词 我们觉得我们初步在 刚开始现在不才两个月嘛 所以是一个磨合的期议 对吧 是 然后大家还没有把自己的 这个最强的特长完全发挥出来 所以在这段时间我觉得 就是我们那个编曲小蔡那边 他会先找一些我们大家 共同喜爱的一些已经有的歌曲 然后进行一些改编 然后我这些人也不是很喜欢唱 《一成不变》的那种歌曲 都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先在这个上面 来磨合我们的团队 然后等团队磨合到一定程度 小蔡那边他自己又做了很多很好的歌 然后回头我们都拿出来去进行演出啊 那就是说今年已经我们已经快到年底了嘛 都2014年有没有什么 比如说开演唱会啊 或者什么出专节啊 或者有这些计划吗 我们基本上的计划呢 大概就是有一个 就是等于是先呢 是在小剧场一间演出 那主要的场地呢 还是在当代艺术学院内部 然后一边呢训练我们的队伍 同时呢这个加强我们自身的个人素质 同时呢就是逐步的陪成熟 把这个乐队能够逐步的 让这个乐队能够逐步的成熟起来 把逐步呢能够走出去 能够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 多伦多的一些活动 然后能够让我们的乐队越来越壮大起来 这样基本上这样子 现在我们基本上初步定呢 就是在这个圣诞节左右 可能会在当代艺术学院内部 举办一个我们个人的 我们整个乐队的这样子 个人的一个专场 就是这样 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演唱会 对对对对 小型的演唱会 然后会邀请就是当代艺术学院的老师 同学 同学 可能家长 对家长 对就是这些的 应该是我们去年 我跟我朋友在那边 也做了一个小型的演唱会 然后差不多可以做一百多人这样子 就一个中小规模的这样子 小规模的 对 然后我们时间也基本上快到了 那有没有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 就是说些什么 就是关于你们的乐队啊 或者你们还有什么梦想 希望观众朋友关注我们 完了我们会有更多的作品和大家见面 好的好的 那我知道你们接下来 一位观众准备了点小礼物 我们看看你们的礼物到底是什么 行 那我们的嘉宾访谈就告一段落 下面请欣赏我们的电声乐队带来的无法逃脱 我们的电声乐队带来的无法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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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有你想象 我真的没有你想象 想要你和我不一样 给你一轮太阳和幻想 你是觉得对我说 现在的你多少也有一点变化 我你 是你 拉着我的手 一起到梦里 是不是你 真的是你 你我的一切 难道是注定 我知道你怎么想 想拥有希望 我也不是人来的我 我真的没有你想象 想要你和我不一样 给你一轮太阳和幻想 你是觉得对我说 现在的你多少也有点变化 告诉你我怎么想 想把你拥抱 看着你无处的眼光 心碎的我感觉差距幻想 我才有一句话 要对你讲 我所有的过错 你都忘了算 非常感谢我们的当代电声乐队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不错的歌曲哦 我当时听的真的是心血沸腾在我们的演播厅 尤其是当今天炎炎夏日希望给我们观众机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带来一点不同的乐趣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唱吉他手还有贝斯今天能来到这里 与我们分享你们的快乐与心血 那这就是今天的活在五点嘉宾访谈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